韩国瑜面对民进党不断丢出的核弹 自嘲为是全中华民国最黑的男人 今天在张善政举办的记者会上 担任国政选战中心执行长的周锡伟 特别谈到民进党推国安法 中共代理人法 现在又要推反渗透法 让台湾似乎又回到过去的戒严时代 就是我们在很早之前 我们策略小组就已经知道 绝对不会在这次大学那边 有新的两颗子弹新的版本 那么这走向从修国安法开始 还有中共代理人法 那现在最近民进党要推的是反渗透法 这里面很明确的 就是要制造大家的恐惧 跟制造将来抹红 国民党团队的一个最好的借口 那这个局势会怎么样演变呢 其实会有几个沙盘推演 这几个沙盘推演呢 第一个所谓相亲夫妇 跟所谓澳洲的这个所谓 在选举大选的时候 中共会介入有强大的影响力的 这种策略呢 造成恐共 然后就去讨厌国民党候选人 这个是我们早就预料到民进党会有的一个策略 所以这个沙盘推演我们都已经在做 这个里面我跟各位讲充满了耳鱼我 就是你在国安法修正的时候 国民党立委的态度的表达 民进党就可以打座文章 赞成的时候觉得民进党讲说 国民党现在赞成民进党的想法 反对的时候 就是国民党不顾国家安全 反胜透法也一样 各位如果去看一下反胜透法的草案 民进党预备要强行 直接禁服恶服通过 这个里面所有的条文 都在讲一件事 就是大选里面 会不会有外力的介入 所以要用法律来规范 那你国民党如果赞成 那就代表是有这样的危险状况 如果不赞成 就是国民党不护国家的安全跟主权 所以民进党这些很阴毒的策略 阴毒的策略是存在的 对于乌龙供典案 张善政也呼吁蔡英文不要动用国家机器 要展现总统的高度 他们现在把那对夫妻能够限制出境 我们觉得非常好 我们希望他不只限制出境表格态 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安单位 我们的情职单位 能够尽快长平此事 但是我也要提醒 就是说我们的民众 不要只看这个表面的动作 我觉得以蔡政府过去的这些作风 他会希望这个议题继续延烧 能够伤到韩国瑜的选情 所以他可能做这些表面的动作 但是我真正真的期待 我们所有的民众一起来观察说 除了做这些表面的动作 把人给拦截下来签制出境以外 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实施动作 譬如说昨天听到好像有派人到澳洲去 要到澳洲去访谈这位王先生 那前一阵子 就前几天 好像对岸也公布一些资料 说这个王先生是一个诈欺犯 那我也呼吁说 蔡总统你的情职单位 要不要派人到对岸去 把这个人的所谓的 诈欺犯的这些资料拿过来 到底中共是随便讲讲 还是真的这个是诈欺犯 你如果真的要客观的收集所有的情职 是不是应该也要派人到对岸去 设法把这些资料拿过来 如果这样做得非常完整非常周延 而且有非常具体的进展 而不是只是表面上派人去澳洲 回来没有任何进展 把人拦截下来没有任何进展 我觉得这就作秀 我们希望说在这个选举的阶段 这个蔡英文你能够跳脱 或许大家对你的这个批评 说你一直都是在利用国家机器打压 我们的候选人 这个时候你能展现这个该有的气度 民进党仗着立法院的多数 力推恶法 让人民感到恐惧 蔡政府罔顾民意 是否会离人民越来越远 明年1月11就会有答案 美国每天电视 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请你订阅 MAC 请你订阅